《爸爸去哪儿》第六季启动,轻了六年她终于来了,这些萌娃要火。 《爸爸去哪儿》这个湖南卫视的招牌节目,在过去五年时间里,给大家带来无数的欢乐。 《爸爸去哪儿》第六季启动,轻了六年她终于来了,这些萌娃要火。 《今年,爸爸去哪儿》将迎来第六季,近日,网络曝光了一张流出的女妖名单。 有包括吴京、王力宏、鲍贝尔、张丹峰在内的几位老爸,实习老爸里的季凌晨和任嘉伦也确实是这两名湖南卫视热捧的明星。 《爸爸去哪儿》第六季启动,轻了六年她终于来了,这些萌娃要火。 不知不知不觉,王力宏的两个女儿已经长这么大了,这次出现在你邀名单让人惊喜。 轻了那么多年,终于答应了吗? 《爸爸去哪儿》第六季启动,轻了六年她终于来了,这些萌娃要火。 大女儿王力宏也是个宠女狂魔,经常带着她出去玩。 《爸爸去哪儿》第六季启动,轻了六年她终于来了,这些萌娃要火。 吴京作为去年最瞩目的导演,在宣传《战狼2》的时候,曾经带儿子出场,小朋友一点都不窃场,聚光灯下,也只是乖乖的吃零食哈哈,还有个意思的是,她的儿子小名叫无所谓。 《爸爸去哪儿》第六季启动,轻了六年她终于来了,这些萌娃要火。 《鲍贝尔》的女儿饺子已经是个影人了,之前和妈妈一起上节目,可爱得不得了,跟爸爸一样喜欢搞怪。 《爸爸去哪儿》第六季启动,轻了六年她终于来了,这些萌娃要火。 张丹丰和红心也有一个可爱的四岁女儿,既因强大的夫妻俩小时候还胆心女儿长残,现在却越来越漂亮,关键是眼睛和张丹丰一模一样。 《爸爸去哪儿》第六季启动,轻了六年她终于来了,这些萌娃要火。 实习老爸是今年刚当爸爸的任佳伦,来爸爸去哪儿一定是给未来做准备。 《爸爸去哪儿》第六季启动,轻了六年她终于来了,这些萌娃要火。 还有在亲爱的客栈中大火的季凌晨,谁能拿下这个唯一实习老爸的名额,还是说会产生双实习老爸,也值得期待。 《爸爸去哪儿》第六季启动,轻了六年她终于来了,这些萌娃要火。 你最期待哪一对父子或妇女?